音樂 所以陳佩琪之前發臉書告訴大家說 他是夏日徐徐 這個晚上涼風徐徐的時候呢 所以他去看房子 不對他在春天的時候就開始在看房子 看起來你們是在春天的時候就在看房子 不是到夏天才看房子 然後呢我們順便來告訴大家 柯文哲為什麼被大家質疑在說法 是因為他昨天告訴大家 他買這個辦公室是要幹嘛 自己用的嘛 自己用 還牽托給其他人說 這個蔡英文也是這樣子嘛 其他人也是這樣子嘛 錯 蔡英文的辦公室是用租的 他不是用買的 而且蔡英文的辦公室的租金呢 那是來自於制度規劃卸任總統 政府會提供給他的租金 他也不是拿選舉補助款 去買自己的辦公室嘛 而且柯文哲為什麼被質疑說謊 因為他說辦公室是他要自己用的 欸等等 你不是在台坡大學的辦公室 黨主席的辦公室不是也還在裝潢嗎 那為什麼這間你會說你拿來自用呢 而且大家看到的是 這一家你買的三樓這個地點 有公司在承租嘛 承租的公司在這裡嘛 叫做先發新業股份有限公司嘛 然後也告訴大家 他做的是政治服務業主要成員 都是國會相關從業人員 這個都是公開看得到的資料 所以請問柯文哲 你買的是不是帶租金的產品嘛 你就是買既有承租方的產品嘛 所以你現在能夠使用嗎 當然不行嘛 而且這個承租方出來告訴大家 他這個房子要用到什麼時候 他要用到114年啦 所以他用到明年啦 所以請問一下在今年裡面 你能看到這間辦公室 會是柯文哲自用的嗎 所以顯然這有大大的 說謊的嫌疑成分在裡面嘛 因為就不是你可以用的嘛 而且各位 這時候讓大家覺得更奇妙的是 這個我們說說一個謊 要說更多的謊來源 這件事讓大家看到耶 為什麼 你有承租方你就有承租方嘛 結果民眾黨現在挑戰大家嘗試 民眾黨告訴大家說 他們買的時候 不知道承租方是誰啦 買房子的時候不知道承租方是誰 欸 買一間4千萬耶 3百萬都沒有在關心 我們就算 我們就算買40萬的房子 就算有這種房子 你也會去問 有人租在裡面承租 你也會問承租方是誰嘛 4300萬的房子 然後你告訴大家說 買的時候我不知道承租方是誰 我不知道是誰去租這間房 這樣說會痛 你也會說 這把核真摯 認為鵝 那就 都叫有 哈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